董宇辉对于带货主播 就是降维达 大家想一下 董宇辉出来之前的 带货主播主要是告诉什么 一二三上链接 全网最低价 一个英语老师 讲诗词歌赋 讲文化 讲内容 讲东西方哲学 一个学富武车的英语老师 一个985211出来的高材生 站在台前做一个售货员 跟全网的售货员 和带货主播去比 不就是降维达机吗 所以董宇辉 如果不是做带货主播 董宇辉去做知识主播 你们未必有那么喜欢他 因为知识付费 已经成为了高危行业 所以董宇辉是讲知识 分享知识 他并不卖知识 他的知识是免费分享给你 然后带货 所以你看 如果董宇辉老师 他是个知识主播 他是个大学教授 然后他给你们讲历史 然后他卖一个文化课 你就会用放大镜去看他 你会拿他和所有的大学教授 和知识主播比 他未必有那么可爱 但是他是个带货主播 你不会拿他跟知识主播比 你会拿他跟带货主播比 哇 你看那些带货主播只会 一二三上链接 对吧 董宇辉老师 人家经常在直播间忘记卖货 分享诗词歌赋 分享诗和远方 然后你莫名其妙 买了四袋大米回去 然后你都不知道 那个大米什么时候 你可以吃完 所以你是听他优质的内容 顺便买了点货回去 所以你说 哎呀张老师 你看你现在还在卖课 对呀 我没有必要卖课 你可以不听我的课呀 但是一个有大量储备的 有19年储备的商业老师 尝着很多的案例 尝着很多的逻辑 尝着很多的方法论 你可以错过 但是别人不想错过呀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想告诉你 如果我只是为了去变现 变现路径太多了 我没有必要 一定要去做教育 那为什么还是要做教育 还是早上讲的那个逻辑 最后回到看资深 人总是要做自己热爱的事 擅长的事 在自己热爱的 擅长的事当中 做到这个戏奔领域的头部 所以我是因为分享知识 讲知识被大家认识的 所以在我职业生涯 最好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不忘初心 做自己我认为对的事情 更何况 一二三上链接的主播太多了 多我一个 少我一个也不重要吧 所以做选择 它是一种多维的选择 它也不是说 一定非要有一种选择 人生就是应该有多样的选择 也不要变成 完全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你知道为什么 大家现在那么焦虑吗 今天所有的人焦虑 是因为社会评价太单一了 在我们小的时候 在我们父母那个年代 篮球打得好的男生帅 数学做得好的男生帅 会演讲的男生帅 现在呢 有钱的男生帅 对不对 人们把成功定义成了一种标准 这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悲哀 对吧 世界丰富多彩 是因为每个生命 都有自己的剧本 每个生命都应该 有自己绽放的空间 每个人的剧本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世俗 对每个人的成功 只有一种定义 你被这个时代裹携 你被世俗的定义裹携 成功只有一种定义 按自己喜欢的方式 度过这一生 如果你的生命都没有觉醒 你是不可能自洽的 你的内心是充满焦虑的 你不可能真正的绽放 你创业是为了什么 你永远是为了那个 一亩三分地吗 所以今天 你们干了十年二十年了 有的干了三年五年了 在中国 四十年改开放 走到今天 饿死这件事情应该很难 只要够努力 你要在这个城市饿死 吃不饱 穿不暖 我觉得其实是蛮难 那创业到底是为了什么 刚开始可能就是为了 住大一点的房子 开好一点的车子 当你有了很多的钱的时候 买很多的豪柴 星期一开一辆 星期二开一辆 星期三开一辆 车其实本质是交通工具 对不对 再有钱 你买了一个豪宅 五个厕所 上半夜上一个厕所 中间上一个厕所 下半夜再上一个厕所 那是生命的意义 那不是生命的意义 对不对 所以财富是什么 财富是涌向那些 能够管理好财富的人 能够驾驭好财富的人 认可吗 当你自己的生活过好之后 你会变成第二个需求 你会责任感驱动 我希望跟着我的兄弟们 也赚到钱 我希望我的经销商 我的员工 也因为在这个平台 过上好日子 你的责任 在这个企业 在这个家庭 你希望改变自己 和自己家族的命运 改变这个企业的 跟着你的这帮兄弟 姐妹的命运 那再往后面走呢 你会想社会问题 你会想社会责任 就像马云说 他现在不关心阿里的股票 他只关心天 可不可以变得更蓝 地可不可以变得更绿水 可不可以变得更甜 所以他在2009年的时候 他就不打招呼 就退隐江湖了 是不是 当然我在想 我们不是每个人 都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但是我是想告诉大家 驱动一个创业者 持续向前的那个动力 这是我觉得 你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 所以你只有去超越财富 你才能驾驭财富 你只有去读懂财富 你才能够真正地去拥有财富 而且那些财富 是你无法真正拥 财富涌向的是那些 能够承载 能够驾驭好财富 能够分配好财富 能够用财富 创造更多价值的人 财富才会涌向 所以我们尊敬的 不是你的财富 是你财富背后的价值观 和你为这个社会 做出来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转发转发转发载